在娱乐圈内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两位明星长得非常相似 相似度甚至堪比双胞胎 有些情况下明星本人也会觉得撞脸非常有意思 网友们也都是一笑而过 可事实上真的会有明星一直活在替身的阴影里 让人不得不感慨 撞脸不可怕 谁不红谁尴尬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那些撞脸的明星吧 第一对白百合 王洛丹 这一对应该是撞得最出名的女明星 最开始王洛丹是赵宝刚的宠儿 并凭借米莱和钱小样走红 没想到她的形象也是可以复制的 自从白百合和陈宇凡结婚后 顺势搭上了金圈大佬 也搭上了赵宝刚 从此开启了和王洛丹相撞的人生 两人不仅长得非常像 在影视作品中的定位都一样 自然会被很多人拿来比较 被问及撞脸问题时 王洛丹还表示 她会比我更尴尬 公开对媒体说这种话 可见两人关系多么紧张 然而在白百合连续拿下几个好剧本后 摇身一变成了票房女王 王洛丹连她的尾灯都看不到了 但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2017年 一阳纸事件让白百合人设崩塌 演艺之路幸悔 王洛丹才算走出阴霾 第二队 童谣 张子怡 说起一直活在阴影里 相比就是童谣了 童谣和张子怡虽然只差了六岁 但童谣出道时 张子怡已经戴着百花奖影后的头衔 走向国际了 由于两人长得实在太像 童谣出道以来 一直被网友们称为小张子怡 刚出道时 这个名号确实比较好用 因为能赚到不少的热度 但是时间长了 对童谣这个有理想的女性来说 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毕竟 谁都不想一辈子顶着别人的名字 奈何童谣一直也没什么亮眼的作品 直到2020年 她出演三十而已 终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技也得到了认可 这才算走出了国际章的阴影 第三对 陈佩思 陈小旭 其实准确的来说 跟陈佩思撞脸的是陈小旭 饰演的林黛玉一角 这两人一个是林黛玉 一个是小平演员 貌似八竿子打不着 但是看到网友的对比图 两人眼神都如出一辙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兄妹 有的网友还把两人的作品 做成了对比视频 观众看过直呼 太有福气象了 就连陈佩思老师本人 看过视频之后 都有一些哭笑不得 她也表示 怎么会这么像 第四对 刘佳琳 纳英 如果刘佳琳与纳英 站在一起 说她们是软身姐妹 都肯定有人性 这两位 一个是内地的歌坛大姐 一个是香港的知名影后 偏偏岁数越大 长得越像 而且她们的共同点 还非常多 首先 两人性格都非常强硬 妥妥的女强人 其次 就是都喜欢耍大牌 因为这点 两人也没少被骂 不过从气质方面 还是能看出 两人的差别的 刘佳琳相对 比较内敛一些 纳英 就属于锋芒毕露 第五对 孙怡 李庆 这一对 也算是娱乐圈里的 亲姐妹了 两人还一度 因为壮脸 登上了热搜 当然 李庆的知名度 要比孙怡高很多 粉丝数量 也庞大很多 所以在热度流量 的加持下 孙怡自然而然的 就变成了 低配版李庆 不过两人的关系 倒没有因此恶化 李庆是昆曲出身 气质自然端庄 大气一些 孙怡年纪小一些 给人的印象 是活泼可爱 总之 两人除了外貌相似 其他方面 还是相差甚远 第六对 刘涛 曹西文 曹西文的长相 简直就是青春版的刘涛 两人不仅脸形象 就连五官都非常相似 曹西文也因此 被网友们称为 刘涛亲妹妹 两人虽然同年出道 但是出道之后的命运 却截然不同 曹西文一直不温不火 刘涛却凭借 还珠格格三 天龙八步 等古装剧 扶摇至上 而且 刘涛不仅事业上 占了优势 感情生活上 也更深一筹 早在2008年 刘涛就嫁给了王柯 如今过上了儿女双全的生活 曹西文被陈思辰抛弃后 转头嫁给了富商 但最后又以离婚告终了 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第七对 夏宇 张一山 这两人的撞脸也非常有趣 张一山刚出道时 一度被观众认为是夏宇的儿子 只因为小时候的张一山 跟夏宇太像了 简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眼睛笑容 甚至发型都那么像 相似度简直高达90%以上 现在在看张一山 虽然跟夏宇也有点像 但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毕竟张一山长大之后 两人的脸型 气质等方面 还是差得比较多 两人的共同点 大概还有就是演技很好 夏宇自然不用多说 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 让她刚出道 就惊艳银潭 摘下多个影帝桂冠 而张一山 也是少数成长为 演技派的童星 家与儿女余醉等作品 在新生代演员中 算是顶尖的了 第八对 姚晨 李金 姚晨的长相 在女性中 大概是比较靠后 说起她身上最有特点的 就是大一号的嘴了 然而谁都没想到 跟她撞脸的 会是相声演员李金 姚晨身上的特点 李金也一样不少 相似的地方 简直太多了 比如说 李金的嘴也很大 眼睛也跟姚晨非常相似 而且 两人都非常的瘦 当然 两人的颜值比起来 还是姚晨要更胜一筹 相似的五官 放在姚晨脸上 还比较耐看 而放在李金脸上 只能说 不愧是相声演员 第九对 杨阳 行昭林 行昭林出演 《楚桥传》时 就有很多人 把她当成杨阳 仔细来看 两人长得虽然比较像 但是行昭林的五官 却并没有杨阳那么精致 因为说是宠妃走红的行昭林 一直被网友称赞 演技在线 杨阳的哭戏 也一直是观众认可的点 可惜后来 两人的演技 却直线下滑 早在传出两人撞脸的消息后 就有网友发现 行昭林疑似 经常模仿杨阳 蹭热度 这下更是有网友说她 连演技差都要模仿 简直是公开出行了 第十对 陈冠希 赵本山 陈冠希年轻时 也曾是奶油小生 凭借帅气的脸庞 成了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 然而 不知是放纵自己 还是疏于保养 近几年 陈冠希的肤质非常差 而且她看起来非常沧桑 就连网友们都说 越来越像赵本山了 其实 两人脸型就非常像 而且笑起来是 脸上的皱纹都特别相似 如果陈冠希再胖一点 简直跟赵本山一模一样了 只能说 岁月确实是把扎住刀 谁能想到 曾经的男神 会有撞脸赵本山的这天呢 第十一对 黄胜英 刘亦菲 他们俩跟陈冠希 赵本山正好相反 黄胜英跟刘亦菲 刚出道时非常像 越往后差得越多 虽然脸型和身材有差别 但是两人的五官都比较小巧精致 再加上走的都是清纯路线 所以经常会有观众把两人认错 刘亦菲也曾表示 有的观众会叫我黄胜一 如今黄胜一嫁入豪门 演技事业没什么水花 而神仙姐姐刘亦菲 则转战国际影坛 取得不菲的成绩 第十二对 毛小童 苏小童 这两人可不单单是名字像 就连长相都一模一样 鹅蛋脸 大眼睛 小嘴巴 光从外貌上看至少有八成相似 但相对来讲 毛小童更精致 而苏小童更少女感一些 令人意外的是 尽管两人长相都是偏甜美可爱 但两人的戏路完全不同 苏小童的角色大多符合她的长相 都是傻白甜 而毛小童比较出彩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心狠手辣的恶毒女 长得如此相似的女演员 演的角色却是两个极端 也算是一件趣事了 第十三对 佟丽娅 董璇 都说漂亮的美人长得相似 这句话放在佟丽娅和董璇身上 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乍一看 董璇完全就是大一号的佟丽娅 不过仔细看起来 佟丽娅的容貌还是更胜一筹 毕竟佟丽娅身为新疆美女 还是带着一点抑郁特色 两人虽然容貌相似 但戏路发展相差甚远 佟丽娅凭借母仪天下的赵飞燕 在影坛展露头角后 视野一直顺风顺水 而董璇这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 就连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都是因为丈夫的丑闻 第十四对 房祖明 张默 这一对绝对是娱乐圈里最像的了吧 因为两人不管长得像 就连经历都一模一样 爱说张国立跟成龙长得也不像 但是他们生的儿子却非常相似 真是一门玄学 房祖明和张默刚出生 就自带顶级新二代的光环 本来前途一片大好 奈何两人偏偏不走正路子 花天酒地不说 最后还走上了 新时违禁品的道路 不仅毁了自己的前程 还连累了自己的父亲 就连坑爹这件事情 仿佛都是商量好的 第十五对 杨颖 杨雪 这两位也是名字像 长得也像的女性 都是大眼睛 高鼻梁 身材气质方面也非常相似 但容貌相似 演技可就不一定了 甚至有偏激的网友称 如果杨雪当时不退圈 大概就没有Angela Baby什么事了 杨雪被大众所熟知的 是在《小鱼儿与花无缺》中 饰演外表柔弱 但内心颇有心悸的 蛇蝎美人江玉燕 杨雪的演技 让这个有层次 性格又鲜明的角色 显得更加立体 而Angela Baby的演技 也是大众所熟知的差 瞪眼夸张 五官乱飞 等离谱演技 让网友一度称 只要有Angela Baby出演的电视剧 一定很差 娱乐圈明星众多 壮脸其实是在所难免的 但就怕一方红 一方不红 那才真正印证了那句话 壮脸不可怕 谁不红 谁尴尬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还知道 哪些壮脸的明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